我們來看看這個影片怎麼輸出 你到上面這邊來 當然最好你還是先把你的專案先儲存在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儲存 因為有改變的 然後在上面這邊有沒有叫導出 你按一下 其實呢因為這個 Active Printer 它是一個就是做數位教材的軟體 所以它不只是輸出圖片視訊 有沒有可以變成網頁 對不對 還可以做模擬測驗 只是呢左邊這兩個功能是完全免費 也沒有任何的什麼時間限制或浮水印 那麼如果你要用到 就是非免費的功能 也就是付費功能的 它也沒有時間限制 你也可以用 但是呢你在用這些功能的時候 它會在影片的 就是說那個網頁上 就那個結果上面 有一個他們公司的小小logo在上面 所以它這個功能還算蠻不錯的啦 就是它不是那種試用30天就要決定我要買的 沒有就是讓你一直用 這樣了解齁 好所以你就從這邊按視訊 視頻按下去 預設呢它就是輸出MP4有沒有 有沒有所以一般來說檔案也不會太大 那你透過這個方式 比如說這是 我寫一下好了 像我們在這裡 我常常會用一個東西叫做標題啊 有沒有 那標題的部分你點多多兩下 也可以 進來之後 我通常偷欄我就用這一種的 我通常都是用就是稍微反白一下 然後把背景稍微改一下 這樣就看得比較清楚嘛 對不對 就類似像這樣那我就可以剛剛這邊來做輸出視頻 那麼 輸出的時間長短就跟影片長短有關係 影片比較長一點可能就需要比較多的時間 那另外稍微提一下 我們剛剛不是有增加這個嗎 空白投影片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特別指定時間的話 你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 我一張投影片多久的時間 上面有寫喔 零 零三有沒有 就三秒鐘 如果你想要修正的話 請到右手邊 計時裡面 有看到三千的嗎 因為它的單位是什麼 毫秒 所以一千毫秒的一秒鐘 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那個毫秒的單位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轉場的 它也有啦 不過實在說真的 沒有像POPON那麼多 因為它不是以這個為主 所以就很單純 什麼彈入彈出啊 飛來飛去這樣子而已 好 那我們這個已經輸出好了 你可以到這邊看一下 剛剛的輸出完成之後 沒有打開 找到這邊來 影片 放的位置會在你放專案檔的那個位置 都在我的文件裡面 你看這個點進來 有沒有 哇 好像太小了呢 1.28MB而已 因為短短的 我剛剛只有大概30幾秒嘛 沒有錄太長 所以其實出來的影片也不會太大 那因為我們用的是1280 乘以720對不對 記錄一次 我切到這邊來 我就可以操作囉 因為它真的會錄我這邊的操作 雖然我像 有沒有中間有一段 雖然我現在沒有在那邊看 可是我可以像這樣子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所以 輸出也不太難 對不對 好 換給你